大家好,我是来自大凉山的美味,严源苹果,我生儿丑陋,但是美心甜美,心碎多汁,闻着迷人垂涎三尺。 哎,这位观众你怎么流口水了,刚才好险,差点被抓走吃掉,枪打猪头鸟,我还是闭嘴吧,还好我有很多兄弟姐妹,别人也不知道是我在说话,现在我已经成熟了,自我感觉甜甜脆脆,皮肤虽然不好,但是很多水偶,虽然知道自己的宿命是被人吃掉,但是私心想要被交到一个好看的小姐姐, 可谓是牡丹花吓死,做鬼也风流啊,算了不想这些了,努力晒晒太阳,佛儿佛儿吹吹我,让我晒得均匀一点吧,啊,好痛,头顶好痛,睡梦中被痛醒原来被摘下来了,离开了树妈妈的怀抱,有点难受,离开了家园,自己的宿命到底是什么呢? 被抓到了箱子里,难道是去别的地方吗?世界那么大,我也能出去看看了,听说东北有白雪矮矮,西北有风沙飞舞,江南犹如画风景,我会去到哪里呢?原来是深圳,这可是个大都市呢,高楼林立,人们行色匆匆,希望自己可以给大都市人们带来一个大良山的鲜美吧, 大家看到我的时候有些失望呢,都觉得我不好看,但是我还是很有信心的,外表不算什么,内涵才最重要,只要你们尝一口,就停不下来 这位女同学,虽然你符合我的期待,是个漂亮的小姐姐,但是你两口咬掉我这么多,会不会显得不淑女啊? 嗯,不过你很有眼光,听到你和家人描述我的味道,我还是很开心的,不是我说你,你就吃得有点快吧,不能让我们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吗?只能说,你这个小姐姐太汉子了,三两口就把我吃完了,最后听到你夸我喝小,肉多还是很开心的,但是你能不能专心一点,只喜欢我啊,为什么又拿起另一个苹果?